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宫廷密室 我是凯西 作为未来王储 乔治这位长皇孙自然格外受重视 在与梅根的拉锯战中急需打造王室新形象的英国王室 最被看好的还是落在了威廉·凯特身上 而7岁乔治王子如今也换上西装革履和爸妈一起公开营业 亮相伦敦的温布丽体育场参加2020年欧洲杯16强赛 乔治首次打扮成大人模样 以西装革履造型亮相 造型极为正式 深蓝色西装充满绅士 儒雅丰富 首次佩戴领带 经典红蓝条纹领带符合他支持的队伍 作为剑桥三宝里唯一营业的娃 乔治这次显得尤其拘禁 全程有模有样学威廉的样子 才7岁便一脸霸气饭了 乔治早已知道自己肩负的责任 在王室规矩束缚下 乔治也拿出了正式营业的状态 一脸凝重严谨 即使看激动人心的足球比赛 也完全放不开 一张臭脸表情 虽说还和小时候一般模样 但成熟气质尽显 稳重老练的感觉真不像才7岁的样子 作为全场唯一的儿童 又首次以这样正式的风格营业 乔治王子自然成了镜头焦点 而一众明星也成了背景 连英国知名歌手黄老板和刚生了女儿的妻子 以及贝克汉姆和儿子罗密欧都变成了背景版 估计乔治也是压力山大 全程拘禁 表情凝重的不像在观看球赛 鼓掌时动作老练又成熟 一脸的霸气内敛 比威廉还显气场 这是乔治第一次公开正式观战欧洲杯 实际上他本身也是一位足球爱好者 作为自己校队足球队成员 乔治的七岁生日照也是穿着队服亮相的 但这样正式的观战风格 依旧对他整个人造成了强大的束缚效果 有模有样的学着爸爸妈妈正式营业的感觉 丝毫不敢松懈 从小就有种背负压力 责任山大的感觉 不过在威廉的指引下 乔治最终慢慢放开了自己 表情终于不拘谨 观看球赛时被带动的表情也表现了出来 不过 西装革履和老板头发型依旧束缚了孩子的天真浪漫 个头最小的他站在爸爸妈妈中间 却成了镜头捕捉的焦点了 首次以端庄王子形象正式营业的乔治 相信以后也会有更多这样营业的机会 要承担起王子责任的他 童年似乎过早地结束了 厂商人物统一以西装革履造型亮相 凯特也不例外 不过 一身红西装充分利用高饱和度的颜色强劲 成为厂商为数不多的强颜色系 最近努力打造公众形象的凯特 是要把节俭风发挥到极致 一身售价仅89.9美元的Zara西装 打造出精致俐落的职场女性形象 其他所有配饰均为曾经的旧款造型 225英镑的珍珠儿式搭配85英镑的项链 连手镯也是仅110英镑的廉价款 在梅根无线做的形象对比下 凯特现在的王菲形象越发受人认可 连品位都得到了层次进阶 多套廉价Zara外套造型 对比之前的同品牌造型 质感高级的不得了 王菲的风格形象也越来越鲜明 不论是色彩还是整体版型 面料选择 都充分打造出了高级效果 实际上 最近凯特的西装造型 质感上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日前 这套约2万元的三文鱼色西装外套就备受好评 休闲室收腰设计的西装 打造出富有活力的运动效果 这种自带高腰线的设计 完美弥补了腰长 腿短的身材短板 而彩虹色系的着装 也将女王的审美发挥到极致 亲民又靓丽 接下来是 哈里甩锅妻子 梅根阻挠兄弟俩和好 王子准备低头认错了 英国王室的小作精梅根 估计也没想到 一直听话 安心被他以止气使指挥 跟女王和查尔斯 以及威廉王子对抗的丈夫哈里王子 在回到英国之后 心态似乎起了变化 并且还把锅全都甩给了自己 7月1日是威廉哈里两兄弟的母亲 已故王妃戴安娜的60岁名诞 王室也早已宣布 兄弟俩会同框参加在肯辛顿宫的戴妃雕像落成仪式 哈里早在几天前就回到了英国 但父亲查尔斯王储和哥哥威廉王子却没有见他 目前对他仍保留温情 并且愿意见他的还是奶奶伊丽莎白女王 自从3月份梅根和哈里上了采访节目 并且还声称 王室里有人对他和阿琪的肤色歧视之后 威廉王子就对弟弟和弟媳妇相当失望了 他不肯和哈里打电话联系 在爷爷的葬礼之上 两兄弟关系也是肉眼可见的冷漠 即便是凯特王妃尽力撮合 也无济于事 此前小编一直都认为 哈里作为成年人 梅根对他所起到的不过是耳边风 其后一系列与家人的对抗 其本质还在于他内心确实是真的这么想 但如今看来 还是别有内情 因为 据哈里王子对朋友倾诉 他全都是碍于妻子梅根的威胁 才不得不这么做 英国《每日邮报》报道 哈里王子很后悔和哥哥的关系受到了影响 他认为 自己太过于暴躁冲动 并且很想重新挽回兄弟感情 但是因为梅根一直阻挠他和威廉王子的和好 走出王室的哈里王子也感到很无奈 先不说哈里王子的话是真是假 但从报道中所放出的风 可以看出一点 那就是 哈里完全是把锅甩给了梅根 可这就是完全是一个两难的局面 只要梅根还在 威廉 哈里兄弟俩的关系就不可能和好 结婚三年 并且还生下了两个孩子的梅根 哈里又不可能真的和他分手离开 只能把自己打造成了完全没错的夹心人 夹在哥哥和妻子中间 哈里的吐槽还有一点颇为值得注意 那就是他以此来卖惨 摆出了友谊跟哥哥和好 准备低头认错的姿态 36岁的哈里王子即便已经成为了父亲 心思还是很简单 反正我都这么无辜了 王氏和威廉就必须要重新放开心胸来接受我 但威廉王子好像并不打算接弟弟的茶 此前因为梅根的问题 威廉王子也多次和弟弟讨论 但都搞得不欢而散 如今 哈里把锅全都甩到梅根的身上 但威廉并不能保证 一旦哈里王子再回到美国 重回梅根的身边 是否又会固态重盟 哈里和梅根此前不论是和媒体签约 还是给女儿取名字 一再蹭王室热度和流量 根本看不出夫妇间有矛盾和争论 完全就是两口子同心赚钱的举动 哈里王子想让哥哥相信他 似乎说服力度不够 因此 威廉王子也实在是不敢轻易和哈里王子和好 接受弟弟的道歉 威廉和哈里在母亲去世之后 兄弟俩互相支撑 扶持 才走出丧母的阴影 相信如今失和的局面 也是戴安娜最不想看到的一幕 在戴飞雕像落成仪式之后 哈里王子如果能够和哥哥威廉来一场真正且诚恳的对话 不受梅根的影响 让威廉看到自己和好的决心 或许还有些机会 至于梅根 她十分有自我观点 也善于引导丈夫 但如果她依仗着哈里对她的情意 一再任性 相信到最后忍无可忍的哈里 也势必会受不了她的专断与狂妄 到那时候 恐怕梅根才是真的后悔莫及 欲哭无泪了